杨幂不去杨颖婚礼,不去唐嫣婚礼,唯独为了她打破不参加婚礼原则 其实85花最早结婚的还是杨幂,而离婚最早的还是她,说起她这个人还真的是很神奇,因为按照做艺人的标准来说她是构格的 不仅外形很好,而且人气和热度都一直都保持在水平线,基本上圈内的大事小事都没有错过她的那一份 可是按照人品来说,她平时的朋友似乎特别多,一想打游戏就一大群球带飞的队友 一想旅游也有一群朋友蜂拥而至,可是一到关键的人生大事上,她的朋友看起来少之又少 就算是她被舆论压力重伤的时候也没有人站出来替她说话 她在一众的85花中算是一个领头羊的存在吗,有她的地方就一定有热搜 而且她和杨颖的关系也是出了名的好,都是以闺蜜相衬,就连张大大的生日,她和杨颖同时出场的时候都是互相亲亲抱抱的 都到了这样的程度,杨颖愣是没去参加杨颖的婚礼 而杨颖的老公和杨颖也是老相识了,两个人在一起合作了好几次 而杨颖的理由就是有工作走不开,可是杨颖的这一场婚礼办得特别盛大 大半个演艺圈的人都来了,杨颖这么高话题度的人居然愣是没去 杨颖自己的婚礼办得也非常朴素,只是找了她和刘凯威的部分亲朋好友去了巴厘岛的一家五星级酒店的别墅里举办的婚礼 婚礼办得非常私人小众,不过那个时候还是可以看得出杨颖是非常爱刘凯威的 那个时候的她眼睛里都是刘凯威,可现在的杨颖看上去凌厉了很多 她的这一场婚礼也只是请了当时的闺蜜唐嫣 唐嫣可能是她那些年唯一一个交心的朋友了,杨颖亲自把捧花送到了唐嫣的手上 她是真心喜欢刘凯威,也是真的希望唐嫣能够收获幸福 可是在唐嫣的婚礼上,杨幂作为好闺蜜还是缺席了她人生中的重要场合 杨幂和刘诗诗的关系曾经好到可以互相称老公老婆,她和刘诗诗的关系好的时候还没有唐嫣什么事 可是刘诗诗的这一场婚礼虽然比不上杨颖那么盛大,但是也绝对是排面十足,杨幂也没去,作为曾经的好友杨幂也只是在微博上送了祝福以打消外界对他们关系的猜测 而杨幂一直不参加婚礼的理由统一都是工作太忙了,实在走不开 杨幂对身边的好朋友都这样了,更何况是十年前未火的那个泰迪姐妹团的成员李小璐呢 李小璐结婚的时候,杨幂也没到场,可是其他的泰迪姐妹都到场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